林志坚就是一个投机分子 本来想要拼竹竹病 看到没机会了 现在要来桃园市 赵妖静反射出自己 自己说过的话 食言而肥 这个回力标弹射 返回到民进党的身上 民进党私底下很多的双脚 都很反感 尤其是郑保钦 他公开骂说林志坚空降参选必败 选民就会用落跑市长来检验他 林志坚就是一个政治幕僚出来的 柯建民老柯的助理出来的 然后投机分子 现在看到大新竹 本来想要拼竹竹病 新竹县市合并之后的 第一任大新竹市市长 看到没机会了 没机会没有投入 找不到工作 又来找桃园市这个工作 在2021年8月 去年其实在桃园市跟新竹地方传闻 这个就已经盛销成上了 然后当时郑文燦还故意跟大家说 林志坚从来就不在 这个桃园市的规划版图内 然后林志坚去年8月的时候 也在特意跟外界澄清说 他不会来选桃园市 他也没有要到桃园市 还特别用佛家的这个谚语 来去形容他的心情 所谓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的尘埃 这是林志坚自己说过的 所以林志坚是属于菩提还是明镜 还是照妖镜 照妖镜反射出自己 自己说过的话 食言而肥 虽然他不胖 但是呢 慢慢的选民就会用落跑市长来检验他 所以林志坚现在要来桃园市 不干打脸的自己去年过去所讲过的话 那现在呢 他又如何自圆其说 再加上必须在7月26号最迟这个时间点以前 把户籍迁到桃园市来 据说他是准备在6月下旬7月初 民进党7月18号开这个全代会前后 就要在那个死机点之前 把户籍迁过来 新主事马上就要有代理市长 由中央指派 四个多月的任期没做完 这不是典型的假挖来挖挖完 当初你们怎么样骂韩国瑜 就怎么样弹射返回到民进党的身上 林志坚起码在桃园 很多人连民进党的这些 私底下很多的装脚都很反感 尤其是郑宝钦天天骂 郑宝钦哦 他公开骂说林志坚空降参选必败 我觉得朱立伦出了张善政这一招之后 然后逼得民进党不得不出林志坚 然后同时间也化解了张善政的空降问题 林志坚也是空降 所以这两天我听到了很多的声音 都不是桃园人 三党提名的包括民众党赖湘林 全部都不是在桃园土生独长 像我们这种在地民代在桃园出生 在桃园出生长大的英纳 所以有一种说都不是桃园人的情况下 那当然选择一个比较形象良好 然后比较看起来慈眉善目 比较和善的 然后看起来又比较有工程师科技背景 我看很多民众这样讲 就几乎是指向张善政 所以我对于张善政赖湘林跟林志坚三个人比较之下 我觉得张善政迎面比林志坚还高 而张善政曾经当过行政院长 全国最高行政机关的首长 应该知道会怎么样帮我们去争取 所谓的统筹分配补助款 还有中央的收支划分法的这个大饼 林志坚恐怕这个连功课都不太会做 而我也乐观的认为 大概现在是6月20号准备进入6月下旬 应该6月下旬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 朱立伦差不多就会出手了 党中央应该就会整合 到7月最迟到7月初以前 应该就整合完毕 那7、8、9、10、11、4、5个月 然后张善政等于是跟他的团队在与时间赛跑 而我也听说王金平前院长 也跟大家独家报个料 他的幕僚团队也进驻了张善政的阵营 起码我今天就接到早上接到前王金平立法院 以前的办公室的助理跟主任 打电话给我协调一些事情 我说你们现在到那边去了 他说对对对 所以连王金平前院长都帮了张善政 还有韩国瑜的团队据说也开始进驻张善政 桃园的地方派系 桃园的地方势力 你们还在犹豫什么 罗志强也希望今年底选举结束 再回来桃园的时候 能够再去见张善政市长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就真的要团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